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的兰花视频时间 今天要讲的话题是 兰花浇水究竟几天浇一次好 其实这个问题呢 问的本身就是有一些问题 这是新手兰友常常会走路的一个养蓝误区 也是他们急需知道的 甚至有些朋友说三天五天七天十天 我认为呢这都是不对的 因为兰花的浇水和环境 植料兰种都有很大的关系 即使同样的植料 比方说我养的兰花是用同一种规格的植料养的 在县城的阳台上 在如果不浇水持续不浇水 大概是十天左右 这个植料呢基本上是比较干旱了 但是在乡下室外养的兰花 连续晴天十五天的话 倒出来这个植料呢还是有一定的湿度 为什么因为乡野环境中 它的空气湿度本身就是比 县城的阳台上要高很多 它的水分消耗的肯定也会少一些 你如果是用固定的天数去给它浇水 没有任何的意义 兰花浇水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维持兰苗的生长 保证根系的饱满度 因为兰花在长期缺水以后 它的根系会消耗过多的水分 导致空耕 这也是我们养兰花的人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呢我们要在它根系脱水 脱水之前就是及时的补充水分 兰花的水分它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兰花的根系 从土壤中汲取水分 一部分储存在自己的根系中 另一部分输送到兰花的叶片上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殖料已经干旱了 这个时候兰根它从外界吸取不到水分 它就把自身储备水分呢 供应到这个兰花的叶片上 这段时间呢不能太长 如果时间一长的话呢 兰花的根系就会变成空根了 也是我们常常说的长期干旱 引起的兰花空根问题 现在知道兰花对于水分的宽容度表现在两个阶段 那也就是说兰花它的整个的生长空间弹性还是蛮大的 我们只要在第一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还未开始之前及时的给兰花补充水分 那么就不会导致兰花的根系出现任何问题 这是第一个可以延长兰花的浇水时间 那么如果缩短兰花的浇水时间会怎么样呢 只要你的质尿足够的通透 浇水 只要你的环境通风好 那么你即使是浇水频率很高的话 它多余的水分呢也会被排出 被排出花盆 不会激流在花盆中 更不会影响到兰花根系的呼吸 兰花根系一旦达到一个储存的临界值的时候 它就会停止吸取水分 它不会毫无节制的去吸取水分 然后撑爆自己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你的质尿足够通透溺水了 你的环境足够通风了 哪怕你浇水频率高一些 也是没有问题 因此我们对兰花浇水天数的限制 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兰花浇水的频率 它的弹性空间非常大 你在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质尿中 它可以是三天浇一次 也可以是十天浇一次 比方说在我这样的环境 用我这样的质尿种植的兰花 我刚刚前面说的 在阳台上 十天的时候 它的盆土是表现为干燥 那么这个时候 根系还没有完全 还没有再开始消耗 我自身的储存水分 那如果我在十天的时候 浇一次水没有问题 我三天浇一次呢 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这个环境比较好 比较通风 然后我这个质尿溺水性 也很好的浇下去 以后三天浇一次 和十天浇一次 它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我这一天就会让你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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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